探望圣城麦迪娜及其优越与地位 麦迪娜有许多的美称 光辉的城市 塔白 善都 推白 清洁 安拉的使者在那里生活了十年 使者愿主扶安芝说 他确实推白 他清除人们的恶行 犹如熔炉清除金属的残渣一样 安拉的使者愿主扶安芝说 麦迪娜对于他们是最好的 如果他们明白的话 一个人因厌恶麦迪娜而离开他时 安拉必将用更优秀的人来代替他 谁能忍受麦迪娜的窘迫 我将在后世为他说情或为他见证 爱布胡来六传说 安拉的使者愿主扶安芝说 我奉命迁居到一个将要战胜所有村镇的地方 他们把他称为耶稿迪娜 他就是麦迪娜 他清除坏人 犹如熔炉清除铁渣一般 使者又说 麦迪娜从埃尔山到扫尔山之间的地方都属禁地 谁在其中制造霍乱或包庇肇事的罪魁 谁必遭到安拉天使和人们的诅咒 又说 先知伊布拉辛把麦迪娜定为禁地 并为他做了祈祷 我像伊布拉辛一样 把麦迪娜定为禁地 并像伊布拉辛一样 为他的声斗富足而祈祷 圣寺中的一番败功 将得到加倍的回赐 使者说 我的这座清真寺里里的一番败 剩余除麦迪娜近寺以外的 其他清真寺里的一千番败功 使者还说 我的屋子与我的演讲台之间的地方 是天堂中的一座花园 我的演讲台 在我的仙持之上 又说 但扎里来到麦迪娜 发现天使守卫着他 所以凭主抑郁 但扎里和瘟疫无法进入其中 安拉的使者还专为麦迪娜做了祈祷 主啊 求你把两倍于麦迪娜的吉庆 赐给麦迪娜吧 探望圣事不是朝静的条件 也不是主命或当然的功课 而仅仅是一项盛行 任何时候都可以前驱探望 探望的目标 应该是圣寺和圣寺中礼拜 而不是圣灵 阿布胡勒传迪娜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只有三座清真寺 值得专程访游 近寺 圣寺和远寺 圣训学家一致认为 探望圣灵方面 所传述的几乎所有的圣训 都是雷若圣训 甚至有伪造的圣训 众所周知的几部圣训集 都没有记录其中的任何一段圣训 众所周知的几位圣训权威 也没有引证过其中的任何一段圣训 探望麦迪娜的礼节是 一 探望者到达圣寺时 迈右脚进入清真寺 并念 主啊 求你为我打开你的仁慈之门 二 进入清真寺后 礼两拜庆贺拜 如果能在饶朵 天堂中的花园 那就更好 更优越 三 探望圣灵 及爱布白克尔 和欧迈尔的坟墓 为家庭 应面向圣灵 有礼貌的 低声的祝福先知 然后 向爱布白克尔 祝安到死量 再向欧迈尔 祝安到死量 四 探望圣寺者 在圣寺里 五番拜 多纪念 安拉 多祈祷 多在饶朵里 复公拜 为可嘉的圣行 五 探望古巴清真寺 并在其中礼拜 为圣行 在星期六 去探望最为优越 一本欧迈尔传述 安拉的使者 或齐乘 或步行去古巴斯 然后 在其中礼两拜 六 探望白吉尔粉院 五侯得烈士陵园 哈木载 坟为圣行 因为安拉的使者 愿主福安知 曾探望这些坟墓 便为他们做祈祷说 坟院里的牧民 和穆斯林们啊 愿安拉赐予你们平安 如果安拉一语 我们 必将布你们的后尘而来 我祈求安拉 饶恕我们和你们 学者们指出 以探望一些坟墓 和麦蒂娜的 名圣古迹为目的 而专程访游麦蒂娜 是不应该的 教律允许 并提倡的 是以探望圣寺 在圣寺中礼拜 为首要目的的访游 探望坟墓 只是游访麦蒂娜的 一小部分内容而已 祈祈祷 祈祷师不应该 面向坟墓 不应该舍安拉 而向先知祈求 祈求先知解决需求 这是义务配主 举办之大罪 当谨防之 不能以瞻集为目的 触摸圣灵的围墙 因为这是一种异端行为 严重时 可达至义务配主的程度 不应该在圣灵前 高声呼叫 久久站立 从远处 反复说斯莱姆 更不应该 说斯莱姆时 做出礼拜的动作 比如 把右手搭在左手上等 请不吝点赞